这门可是偷袭不成十八米吗 秦少 谢谢你愿意让我来到你 出生长大的地方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你决定 尝试接纳了 不是 这 这件事情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总之 总之这是个误会 天大的误会 你先回去 我之后给你解释好不好 我还带了 我去买裙子啊 你赶紧去买水果 你买点那个好的 放心 好了 买几口的 妈 见家长是确定双方婚姻关系中至关重要的 拿下老账人和账人 就赢了 爸 妈 我试以约的未婚夫 贺乔悦 你可是不能什么 小霞啊 我是悦悦的父亲秦秋阳 你叫我叔叔就好了 叫爸妈 走了点吧 啊 好的爸 挺好的 女婿上门 是要展示自己有着雄厚的禁忌基础 能够给女孩很好的生活条件 这么多呀 你这是在给皇帝进贡吗 身手不大小脸人 你都认不过我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步 可一戒双调 什么都别说 夸儿年轻就对了 您保养得可真好 是吗 我了解过了 您今年虽然五十了 但是看起来 只有四十小 我先去保养一下你非不得了 不知道二老喜欢什么 所以吃的穿的用的就都买起了 要不然先坐下吧 对 不用 不用了 你里头送了人也见了 那 那我们就走了啊 妈 走 走 你这孩子走什么呀 你给我劳劳劳劳劳做的 不许调话啊 快 接他坐 好 老秦 过来呀 好啊 坐 坐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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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鹤 总听我们月月说起你 说你这人啊特别优秀 特别靠谱 我啥就说过了 我们月月啊也确实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对于结婚你有什么考虑吗 二老请稍等 对于结婚这个项目 我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组 做出了最详尽 也最完整的一个计划 从订婚开始到婚礼的筹备 再到婚后的事宜 都详尽罗列了出来 二位请沈月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妈 没看见没 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结婚就是闹着玩的 都是互换条件的演戏而已 妈 她是可靠 虽然看起来啥头啥脑的 但没想到啊 是个实干的企业家 看来对结婚也是认真的 果然 男人认真起来的样子 是最迷人的 她刚说我什么呀 我都能原谅 小鹤 你是不是带了一个儿子啊 那孩子的妈妈呢 爸 这是人家私事 这个事情必须要问清楚的呀 小鹤 其实我们家特别开明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你带着个孩子 对这个婚姻呢 有什么偏见的啊 你放心 我们就是担心 我们一月以后受委屈 小宝的妈妈过世了 这些年都是我带着她 爸妈 你们该问的也问完了 我们就走了啊 那 那阿姨再问你一下 你现在彻底放下孩子妈妈了吗 妈 时间线替你整理好吗 记得回去好好看 如果有什么不知道的或者是遗漏的 随时可以问我 我会昭示回答你 小宝的妈妈 小宝的妈妈 对我来说就是至亲的家人 长草如母 小宝是你哥哥的孩子呀 我还以为小宝是你的孩子 除了身边至亲的人之外 没人知道小宝的生父生母是谁 我也不想让更多人知道 你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啊 这么年轻又当爹又当妈的 不过你哥哥嫂子在天之灵啊 一定会好好感激你的 小河 阿姨带孩子特别在行 况且那孩子我们都见过 又激烈又懂事 你下次忙的时候啊 你就把他交给我们 别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没见过小宝了 月月 月月 你不是给我发过照片吗 这不等于见过了 你一定肚子饿了吧 阿姨陪你做饭去啊 你先吃点水果垫垫啊 你找我客人啊你 好 一会儿就好啊 来来来来